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姨都是演艺圈的人啊 所以就是有拍戏啊 大家就觉得说太美了 太美了 很多很多人追求 可是你知道吗 她这个关大美女就很奇怪 她就好像特别喜欢那种 年纪比较大的男生 可能就是有点比较练妇情结 好啦 18岁入这个行好不容易啊 就是说长得太美了嘛 很多的戏都要找她拍啊 可是呢 19岁才一年而已 就认识了谁你知道吗 一个贸易商 叫做王国精的 这个男生啊 大他16岁 也就是说这一年他才19岁 这个人呢 35岁 长得不帅 没有不帅 也是蛮潇洒的吧 恋爱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 才三个月啊 19岁的官知灵 如画思域 都还没 还没有谈过几段恋爱 三个月还没有看清楚 我搞得还要长什么样子 对啊 然后 你知道这三个月 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 为什么 官山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我女儿才19岁 就是你 这个戏还没有演到一两部 然后就要嫁给一个35岁的男人 这个男人我也不了解他 不知道他是谁啊 就是因为就是 这个很潇洒把出来啊 抽手大方 阔气 然后这个出入都是名车啊什么 看起来好像很风光这样子 但是官山是阅历很深 官山反对 他说我女儿 绝对不能嫁给这个人 然后就是跟官知灵谈判 就说你如果要嫁给他 我去死 官山还闹你一杀 爸爸都这样子 对 不论你做什么事情 我就是要嫁他 三个月啊 也是倔强的 倔强的不得了 结婚当天 官山还是被女儿感动了 来担任主婚人你知道吗 官山真的是好爸爸 好 你不要拍戏了 那你演艺圈的朋友 不要来往了 我们有头有脸 我们是贸易商 住在家里 像金丝雀一样 把他养在家里面 好 那你觉得这样就过得很幸福吗 这个黄国经啊 因为是做贸易 做生意的 整天在外面 就是真的要花天酒地 要做很多很多的应酬 好 没多久 开始 风流 开始了 那他就跟老公讲说 那我还是回去拍戏好了 我官吃离 我弟弟才19岁 我不拍戏 我待在家里 你又不回来 那你在外面干什么 人家就跟我讲 你在外面 怎么女婚用一堆 那我日子怎么过 我回去拍戏好了 不能去拍戏 你就必须待在家里面 官智玲真的受不了 这个婚姻其实 非常非常短暂 其实一年就不到 因为官智玲 你知道他倔强起来 是非常非常倔强 他那时候死命的要嫁给他 好 他现在死命的要闹离婚 就一直吵 一直吵 吵着要离婚 吵到啊 这男的也受不了 因为拗起来很拗 结果你知道吗 他对外讲那句话 他说好啊 我可以跟你离婚 然后他对外 因为他那时候比较强 对外讲 像关芝林这种女生 外面一大把 一大把 我放他走 我不要了 外面随便路上抓起来 一大把 这么漂亮 关芝林在19岁嫁给你 嫁给不到一年 你在外面乱七八糟就算 你这样讲他 外面随便抓一大把 好 这个婚离了 不到一年离了 但是你知道吗 关芝林后来不是很多段吗 一下跟这个富商的刘鸾雄 一下又接了什么 马亲伟的婚姻 一直被传为说是小三的 就是小三最佳代言人 当然后来就是嫁在台湾的 非常就上市公司的老板 那番婚姻也是他分手出来 才跟他讲说 我跟那个董事长 我们不是分手 我们是离婚了 大家才知道说原来他跟他有 就是说短暂的婚姻又离婚了 所以他后来这样子过境迁返了 这么多的男人一直都定不下来 然后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其实应该就是只是要证给 证明给他看 这么多男生追我 这么多男人喜欢我 我不是你所说的路上随便抓 就一堆那样的女人 后来人家 又在乎那种说法 那个是男生要自己的 自己要面子然后瞎扯 后来他参加很多的访问的时候 就说有人很直白的主持人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被贴上 就是说最佳小三代言人 你自己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他就讲了一句啊 真的是经典 他说我只能够管住我的双腿 我管不住所有男人的腿啊 也意思就是说 都是他们自己这样子扑过来的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控制 那么多男人喜欢我 我只能管住我自己 别人那些都是自己来的 我管不住他们 所以呢 你觉得 真的 所以说关键因为早就看懂 他自己一个人过就更好 对 有必要有感觉 真的